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方说抖音 快手 小红书上也看到了很多的信息 所以看到很多信息呢 它就容易产生一些迷惑 它就会问到关于医疗 医疗保险的问题 它就说呢 在美国呢 如果你是黑了 怎么才能买这个医疗保险呢 那因为我知道这些社交媒体呢 它发布了很多关于买医疗保险的 有些人呢 它是做这个生意的 比方说呢 它是卖这个奥巴马care的 我们把这个叫统称啊 就叫奥巴马care 因为在历史上呢 美国人是可以不必有医疗保险的 也就是说你是你好 他说我是你好 我不买医疗保险 我就是不买 但是奥巴马时代呢 改了 要强制的每个人买医疗保险 所以那个时候呢 之后的医疗保险啊 就是这个所谓的全民医保啊 就叫做奥巴马care 那有不少华人呢 是这个从业者 是干这行的 也就是说呢 他帮你买保险 他呢 有一个提成 当然了 这提成积累的多了呢 就可以变成一个收入 所以呢 他是干这行的 所以呢 他也在华文的一些自媒体上讲这些东西 这样的话呢 你可能无意中就刷到了 你说哦 原来还有买保险这回事 那后来这个事呢 被川普上台以后呢 给叫停了 川普下来以后呢 这个事情呢 还存在 就是奥巴马care和这个所谓的美国的全民医保呢 还是有的 这种要花钱的全民医保还是有的 那但是呢 在有些州呢 它是有例外的 比方说呢 纽约州呢 它有一个医疗白卡 那这个医疗白卡呢 它的英文名字呢 应该叫Medicare 或者是Medicare 注意这两个词有所不同啊 但是基本上大差不差 它呢 就是给一些低收入者啊 一些无家可归者 或者是一些情况非常糟糕的一些人 提供的一种政府免费的医疗保险 那或者可以说基本免费 有的时候呢 你去药店啊 去CBS拿药的时候 象征性的交一块钱 然后呢 你就把这个药领了 这种白卡呢 是可以申请的 而这种白卡呢 是不要求你有合法移民的身份的 也就是说呢 你没有绿卡 你不是美国公民 你也可以申请这个美国的医疗白卡 这个呢 在纽约呢 比较特殊 可能在一些民主党人的州啊 加州啊 也可能有 所以呢 我建议新移民啊 如果非常担心这个医疗保险 身体健康的这个因素呢 那还是去纽约 那纽约呢 比较保险 比较兜底 其他州呢 可能有一些民主党人的州呢 也有这个东西 或者是类似于这个东西的东西 也可能有这个 那这个呢 就是我一直啊 在视频里啊 我推荐大家新移民刚开始 刚起步的时候 尽量去纽约 加州 那新移民刚到美国的头半年啊 或者是一年内的时间呢 最好呢 是在纽约和加州 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然了 这不光是医疗白卡呀 还有一些别的 像驾照啊 去办这个银行卡呀 这些地方呢 都相对来说呢 非常方便 因为有中国人呢 他可以提供一个中文的服务 而且中国人很多呢 为了做这个生意呢 他把这个单价呢 已经内卷到很低了 所以呢 你会花一个很低的价格 把这些事情办成了 甚至于呢 你最好呢 是把案子呢 交给纽约州的律师 或者是加州的律师 这些事情都搞定了以后 半年一年以后呢 你可以去外州打工了 那这种安排呢 其实呢 可以说是最优 除了以上我说的这些原因以外呢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纽约和加州啊 政治庇护申请这个通过率呢 它比较高 它比别的州要高 也就是说将来有一天呢 你上了移民法庭啊 这个移民法官的通过率 纽约和加州呢 一直都是过半数以上的 有一些天使法官呢 甚至于通过率是96% 97% 这种情况下都有 那但是呢 如果你不知道这些 你听说纽约加州太卷了 我听说亚太兰大这城市不错 你跑那儿去了 你把案子交给那儿的律师 交到那儿的移民法官了 对不起 那告诉你 那你就惨了 因为那边的法官通过率呢 很低 连个位数都不到 也就是说呢 那儿的法官通过率呢 可能只有7% 哎 纽约是90%多呀 这里只有7% 那你说你将来的结果会怎么样呢 那本来呢 这个视频呢 我是想在之后的一些视频里啊 再把它讲出来 想在之后专门做一期凤姐啊 和张晓宁的一个视频 张晓宁是谁 很多人可能都忘了 我们以后视频再说 那另外呢 很多群友啊 比较关心的 就是在美国黑了以后 这个工作呢 好不好找 能不能找着 那这个答案呢 显而易见的 哎 肯定呢 是很难 很难找着了 为什么呢 在美国呀 正常的一个工作呢 都是 我们说这种工作呢 就是长期比较稳定的工作 正常的呢 这个雇主啊 都是会要求你提供驾照和有试案号 他会做一个背景调查 哎 看看你过去啊 有没有什么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你是黑户的话呢 基本上呢 是不大可能的 哎 一些大公司呢 他会能查出来 当然一些小的公司啊 小的一些雇主呢 他要这个东西呢 他只是给心里买了一个安慰剂 实际上呢 他并没有去调查你 或者是他只是做了一般的刑事犯罪啊 信用的一种调查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呢 或者是你之前有过 这个呢 反倒影响也不大 哎 就是说一些非正式的小雇主的一些工作呢 还是可能还能让你混过去的 比方说呢 你有驾照 哎 我就说嘛 在美国呢 你是可以办到一个非真实身份的驾照 另外呢 就是你之前呢 可能短暂的获得过试案号 这样的话呢 可能呢 你就过了 这工作呢 也可能找得到 但是那种长期稳定的正式工作 你说大公司的工作啊 你说我要去汇博 那对不起啊 那肯定是不行了 那人家肯定要给你查的非常干干净净 明明白白的 这种工作呢 你是找不到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就建议啊 每一个人呢 在来美国之前呢 你最好有一门手艺 其实呢 我在之前不少的回复中呢 也提到过这个 你有一个手艺 有一定的技术之后呢 很多老板呢 他呢 就会想办法 哎 来用你 来雇佣你 因为你对他如果非常重要的话呢 他呢 就会想办法 哎 就是说他可以尽量多的付现金给你 因为这个新移民啊 在美国呀 大家呢 都不愿意麻烦 哎 都怕麻烦 都不愿意招惹麻烦 正常的一个运营的一个企业啊 他每天啊 就是要挣钱 哎 每天呢 要重复相同的事 不喜欢旁生之急啊 去搞一些特殊的东西 或者以前没搞过的 有挑战性的 那对一个雇主来说呢 没必要 如果有相同条件的人呢 那人家肯定选那种比较保险的 比较踏实的 比较常见的 你像你这种特殊情况下的人呢 人家能不选就不选 那能少惹麻烦呢 就尽量少惹麻烦和不惹麻烦 除非呢 你这个技能呢 非常特殊 哎 就是说这个技术我有 他别人没有 那你这个活呢 只能我能干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雇主呢 就不得不担待可能存在的一些风险 去做一些呢 他以前不愿意做的一些事 比方说呢 你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身份 那他呢 就会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他就要担这个风险 那说白了呢 那就是你有更大的利用价值 所以呢 他才肯去冒这个险 这个呢 就是为什么你要学一门技术 哎呀 学一个手艺的原因 那就是为了呢 在一开始你没有公卡 或者是还没有申请到公卡的这个过程中呢 你有一个好的开局 你能找着工作 能够保证自己的生活 那或者是兜里呢 攒个万八千块钱 然后呢 等着找律师的时候呢 心里会不那么慌 那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呢 很多这个短期工啊 或者零工啊 它是不要求你有公卡啊 或者是你有所谓的这个试案号 有正式身份的 因为这种工作呢 很多日节啊 就算咱们国内说啊 就日节 你今天干一天活 今天就完了这种工作呢 是不要求身份的 这个呢 就像什么呢 你去美国的这个Home Depot啊 有一些呢 是7-11 这个Home Depot呢 是美国的一个建材连锁店 一个大型的建材连锁店 它外边呢 总挡着一堆老木 在那等活干 那就跟中国那个劳务市场啊 三合市场外边那些工人情况差不多 雇主来呢 他只是要熟练工人 就是说你会干这个活 而这个活呢 一般都是短期的 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内 这几天就干完了 那这个时候这个美国雇主呢 他绝对不会挨个问问老木 说你们有没有合法身份 你们有没有工卡 有没有身上号 那就 他如果这么问的话 那基本上就被人家当成神经病了 因为来这工作的人呢 基本上一多半也都是非法移民 跟你的情况呢 也都一样 那这种零工的日节啊 其实呢 比较适合老木 比较适合那些三合大神 其实呢 非常不适合中国人 因为什么呢 他没有一个稳定性 基本上是三天打鱼 两天赛网 你只能维持一个最低的生活标准 因为这个钱它不稳定啊 所以呢 也存不下 那华人呢 其实呢 比较怕稳定 比较能够耐得住寂寞 那因为你一旦稳定了 哪怕是你去外州 你在外州的一家住餐馆 一家Buffy店里在那打工 兔子不拉屎 在那种情况下呢 一般呢 你猫两三个月呢 基本上呢 只要一稳定 你就能够把钱攒下来 基本上呢 攒个几千块钱 开局的费用呢 是有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去另外一个地方 你去另外一个城市呢 你兜里呢 有个几千块钱 你心里呢 就不慌了 你就不害怕了 所以稳定呢 很重要 那而黑了下来呢 其实呢 是非常不稳定的 非常呢 不适合呢 那种想找一个稳定的打工的工作的人 所以呢 这个黑呢 也得分人 有些人呢 脑子呢 可能比较灵活 或者是他压根呢 他就没想过要打工 他就不是打工那块料 身体呢 就不行 那身体可能要不行呢 那就只能逼着就有脑子了 就在想办法了 就在做点小生意啊 做点别的东西 其实可能这种情况下呢 黑着呢 可能呢 才能有一个前途 才能有一个前景 而光要打工呢 是绝对不行的 是很难的 那这个呢 也是一个原因啊 有些群友呢 他在问我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我给的答案呢 是相反的 是不一样的 那比方说呢 像有一些选择题 就比较难 就是说你这个选项呢 只能选一个美国还是欧洲的时候呢 就不好回答 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呢 是不一样 可能呢 是A同学呢 他选的是美国 但是B同学呢 可能呢 给的答案呢 就不是美国 那这个原因呢 其实呢 就是你本身的原因 而并不是美国和欧洲的不一样 也就是说呢 他呢 比较适合来美国或者来欧洲 而你呢 却不适合 比方说呢 我们这边呢 有一个同学呢 他说他有手艳 他会按摩 所以呢 我给他的建议呢 就是来美国 因为按摩呀 还有美甲呀 这些纯手工的服务行业的话 那这种纯手工的行业的话 如果你有技术的话 那在美国呢 肯定是能赚着钱的 你会胎式按摩 你能15分钟内把这个人放松了 能让他爽透了 那肯定是能赚着钱的 尤其是动手的行业 还有是与人接触的这种行业 这种行业呢 拿小费呢 那就非常高了 尤其是女性 因为这个呢 还存在个什么问题呢 服务行业里啊 这个男性给女性给小费呢 他容易呢 给他大方一点 手大一点 那女性给男性小费呢 他心理上呢 就会有点障碍 他说老娘貌美如花 这个知 叫什么肤白只嫩 你这大老爷们 操老爷们 一阵给我按 最后我还付给你很多的小费 他心理上呢 过不了 那当然啦 也开玩笑 举了个例子 这个呢 也不是绝对的 有一次呢 我曾经呢 跟一个朋友去做装修 去一个按摩院啊 上面就装那个灯 当时进这个按摩院的这个女顾客啊 进来两个东南亚的女孩 我也忘了是泰国还是越南呢 哇 那俩女儿真漂亮 真正点 当时我就想 去 装修不干了 辞职 改商干按摩 算 这种事情呢 是小概率事件 就说呢 这种美女顾客呢 不总是有 所以呢 你不要想那么多啊 每天想多了 对自己没什么好处 那还有一个群友啊 问 躺平呢 在德国 瑞士 还有美国这三个国家中呢 选一个 选哪一个 那我给的答案呢 是德国 他呢 就很不理解 他说瑞士啊 这个人均收入啊 各种水平条件啊 看着都比德国好 那这个呢 是事实 这个是肯定 但是呢 我给的这个答案呢 是基于我对这个视频 我本身视频观众的这一个定位 就是我觉得我视频的观众的朋友呢 都是情况呢 比较不是特别好的情况 尤其是在经济情况下 在国内呢 属于 我们就用底层这个词吧 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了 大家看了我这么多视频呢 也知道 应该了解 我是给这些情况不太好的一些国内的同胞 给他们指的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呢 你在国内呢 可能呢 也是一个卷 你可能在国内呢 也是刚毕业 你考上大学呢 我们就是在滴滴等你 考上大学呢 就是在工地搬砖等你 已经是这种情况下的人 主要是给他们指一条路 还有一种呢 是更极端的情况 比方说呢 天门山相约一跳 或者是在太原啊 或者是在其他有桥的地方 在重庆啊 要跳桥的那些人 那种情况下的人 还有一些是医疗难民 比方说呢 你在你这个国家 因为医疗啊 你要卖房子卖地 因为要去治病 去治癌症 或者看各种大病 那我呢 是给这些人指了一条路 我不希望看到他们那种惨剧 那种惨状 甚至于有一个视频呢 有一个妈妈呀 就抱着她的女儿啊 从医院里出来 然后呢 就在台阶上呢 给她女儿磕了几个头 说咱们这个病啊 治不起了 家里真的是没钱了 孩子 当娘了 对不起你 我们这个病不治了 我是想给这些人指条明路 给他们呢 指了一个方向 这种情况下呢 选德国是最好的 因为呢 德国呢 它也是医疗免费的 而且呢 相对来说呢 在德国暴难民啊 会比其他的国家呢 要好很多 因为它的这个社会体系啊 它这个难民体系啊 非常完善 已经非常完整了 那基本上呢 可以做到 是个人去 就能够管吃管住 还发零花钱 包治病 基本上呢 你秤一个半年 或者两年的时间呢 是问题不太大的 那我在视频里说的这个躺平啊 跟你们在快手抖音小红书上刷的那些呢 不一样 你要去刷那些呢 那讲瑞士啊 讲欧洲其他国家 讲美国 讲哪里的都有 那些视频呢 其实我也看 但是他们讲的东西呢 99%啊 跟你没毛线关系 那他们讲的那种风华雪月啊 那种小资啊 那种扯淡的事情 那种扯淡的生活呢 其实呢 跟你毛线关系都没有 连我看了我都觉得奇怪 我说国内这么多有钱人啊 啊 这么多美女主播啊 就是闲得淡疼 跑到欧洲去旅游 去高大上 实际上呢 也是不可能的 那个东西呢 那我本身呢 就是做视频的 视频怎么做出来的 我心里当然清楚 我心里当然明白 所以呢 你要是看这些自媒体上 关于国外的一些信息呢 可以说呢 95%以上啊 都会给你带到沟里去 那重点的那些东西呢 基本上呢 他们都不会讲 比方说呢 你知道这么一个窍门 你知道这么一个东西呢 你也不会出来讲 正常的人呢 都会把这个信息呢 把它直接就变现了 那如果有一个干货信息呢 比方说呢 我一直在留言里 我推荐大家呢 尽量呢 能够拿签证 尽量呢 能够申请签证出来 申请不到签证呢 那你就试一下别的国家的签证 比方说呢 你想学西班牙语 学西班牙语呢 不一定一定要去西班牙 虽然西班牙可能更正宗一点 但是呢 深圳国家 欧盟国家的消费呢 相对来说比较高 那如果呢 你纯粹就是想申请一个语言签证 想学西班牙语呢 可以不必申请西班牙的学校 可以申请拉美的一些学校 比方说呢 墨西哥的学校 波多黎各的学校 或者是尼加拉瓜的学校 那这些信息怎么找呢 你不能说 哎 那徐哥指了一条路 你说 那我就去打我们国内 我们本地的中介 我们这个全国旅游行业 递多少强的企业 去找他去问 他们呢 其实也不知道 也不明白 因为他们如果知道明白的话 他们已经拿这个去挣钱了 这种东西呢 你只能上Google 上外网啊 用Google去搜 用英文去搜 搜到那个国家呀 那个本地学校的信息 然后呢 跟他直接电子邮件联系 直接呢 投你的简历 投你的入学申请 这个事情呢 都是亲力亲为 那假设呢 你知道这么一个路子 你觉得中国人会在抖音快手小红书上 把这个信息免费公开的发出来吗 绝对不会的啊 他就拿这个信息自己去挣钱去了 他就去当中介去了 即使他不当中介的话 他事情做成了以后 他也不希望别人去这么做的 那还有一个因素呢 就是你天天去讲这个东西呢 那别人会怎么想你 那别人想你 你肯定你也是这种人嘛 那你要是一个牛逼的人呢 那你肯定每天讲的都是加州房地产 那都是过千万的那种 比利佛山庄的那种啊 讲的呢 都是打高尔夫球 讲的呢 都是去世界各地旅游 讲的是怎么吃牛排 讲的这种装逼的事儿 你怎么可能去讲这些东西呢 那所以你讲这些干货的东西呢 对你自己呢 是绝对没有好处 而且呢 还会造成很多麻烦 尤其呢 是在美国啊 是一个免责的国家 那所以呢 各位呢 看虚有鬼的视频啊 且行且珍惜 其实之前呢 有些视频啊 有些人呢 也出来讲过类似的东西 后来呢 他们都把视频号都关了 还有一些呢 视频呢 是非常小的视频 非常小众的视频 点击量 连几百人都不到的那种视频 那种视频呢 说心里话呢 他反倒讲了一些干货 讲了一些真话 讲了一些真话 说是一些真话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